今天帮粉丝看的这套房子呢 是在雅典市中心的东北边界 安普洛克比区域 这里承接着Postico和Hallandry的使馆区 以市中心的连接 这个区域呢 也是一个新老楼交错的这么一个区域啊 那今天看的这栋房子呢 算是个老楼 建成年限呢 大概是在1974年 这个呢 从它的电梯结构啊 就可以看出来 虽然呢 这个电梯经过了换新 但是呢 因为它的结构使然 所以啊 还是比较小的 这栋楼啊 一共是五层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 就是在顶层了 电梯能够换新 说明这栋楼的业主们啊 相对来说 收入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电梯出来以后啊 这个顶层呢 是一梯三户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栋房子啊 就是在正前方的这一户了 那这套房子呢 是在2020年 也就是去年啊 刚刚完成的整体的全面翻新 装修风格呢 也是非常的个性和鲜明 完全不同于普遍的啊 这种希腊的家庭装修 而且呢 这栋房子不仅是在顶层 还有一个阁楼 这就决定了啊 它不仅可以自住 而且还可以兼顾去做 RMB的短租民宿 那我们首先啊 先看一下它的自住空间 这个房子的室内面积啊 总共是128平米 那么楼下呢 占到了大概 一百零几平米的样子 那一进门啊 这个欢迎区的左手边 便是这栋房子啊 半开放式的厨房了 与平时这种普通希腊家庭 常见的这种 橱柜风格的厨房来说的话啊 这个呢 相对来说比较独特一些 设计上呢 更多的是一种海岛的简约风 储空间虽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啊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小创业 然后来保证这个储物的 比如呢 像这些小挂钩 把所有常用的啊 这种厨具呢 全都挂起来了 然后同时兼顾了美观整齐 上面的两个架子呢 一个是放盘碗为主 另外一个啊 是放杯子的 其实啊 比起那么多的盆盆碗碗 杯杯罐罐啊 真正生活当中啊 常用的无非就哪几种 而不常用的东西呢 就可以放在这边通过来 还有一个小屋 同样可以作为厨房来用 而这边啊 是烧燃气罐的 其实啊 之前之所以说这个呢 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厨房 主要啊 是因为这个跟客厅的连接处呢 有一个窗口 把窗口当成一个减餐台 也是没有问题 那从厨房转出来啊 就是一个它超大的客厅了 那左手边呢 就是我刚才说过的啊 可以做减餐台的啊 甚至可以当成一个小吧台的 这么一个区域 客厅呢 非常的方正 而且面积绝对不小 远端呢 可以是餐区 同时呢 还兼顾了展示区 这边呢 虽然没有放沙发啊 但是有这么一个 鞦韆的小设置啊 挺有情趣的 顶棚呢 也有这种海岛风的石墓装饰 之所以啊 在这里没有特意的去放沙发 主要是因为这里啊 还设置了一个小小的机关 在顶棚的木结构后边啊 还藏了一个电动的投影幕 所以啊 就觉得呢 在这个距离之下啊 有个投影仪 然后大家席地而坐 抱着这个靠枕 会有一种更多的惬意和自由感 同时风格上啊 也会比较搭 而投影幕呢 下来以后的这个距离啊 也是刚刚好盖过这个窗口 这样做饭和娱乐就彻底分开了 那从客厅过来啊 这边有一个落地的窗 从这边穿出来啊 就是一个超大的阳台 这个阳台啊 是一个L型的 那这个呢 是L的短边 朝向呢 是向南 因为是顶层 所以呢 景观上呢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正前方 我手指方向的这个大楼啊 就是阿提卡区的警察总局 然后这边呢 是可以看到海的 因为警察总局 最高法院 包括美国大使馆 都在安普洛比这个区域 同时啊 又是医院扎堆的这么一个区 虽然啊 在最高法的这边呢 经常可能会有一些示威游行 但每次啊 都会有大量军警维护治安 这就像极了啊 咱北京某世界知名的广场啊 所以安全上 反倒是不会有任何问题 楼下这层的阳台啊 真的是非常的 至少啊 应该有七八十平米 同时设施呢 也是比较完善 这边呢 有一个烤炉 这边呢 还有一个做烧烤的地方 远端呢 在一个卧室的窗户下面啊 还有一个用餐区 这样的家里啊 有孩子的 这么大个阳台啊 足够的折腾了 那这么大的阳台看着爽啊 但往往最费钱的啊 就是这遮阳棚了 目前这房子 所有的遮阳棚啊 都是完好无损 即使下雨啊 在外面用餐 也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目前呢 这一百二十八平米的房子啊 拥有四室三位 那我们先看看啊 它第一个卧室 卧室呢 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空间的使用呢 还是相对合理的 平铺在地上的双人床 两边呢 也都有放东西的地方 然后这个沙障呢 既可以防纹 同时啊 又兼具美观性 而转过来呢 这儿呢 有一个所谓的飘窗的设计 窗台呢 是非常宽的啊 可以坐在上面 同时外面 就是刚刚咱们看到的啊 那个超大阳台的用餐区 所以这个房间啊 适合年轻的两口子来住 那从客厅边上 这个卧室出来啊 经过一个长廊 其中一侧啊 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顶天立地的柜子 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然后转过来左手边的第一间 就是这个房子的主卧了 之所以把这个房间 说作是主卧 不仅啊 是因为它房间的大小呢 比其他的卧室要略大一些 同时啊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就是什么呢 这个房间啊 有自己独立的卫浴 目前呢 右侧啊 很多空的地方呢 其实并没有放柜子 之后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增加一两个储柜就可以了 那在这个卧室当中啊 有一个属于自己 私密性的卫生间 这个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啊 如果是老两口 住在这里 会非常的合适 这个喜悦的空间呢 是后加出来的玻璃房 这个墙面呢 和地面用的啊 都是这种木纹的瓷砖 虽然啊 这个空间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啊 其实功能性都已经满足了 要洗手池也有 同时这边马桶也有 虽然啊 这个通风扇呢 是通向天井 但是因为是顶层 所以啊 其实勉强 也可以算成一个名位了 还有呢 是作为主卧啊 除了有卫生间呢 肯定要有一个大的阳台 所以呢 这个房间啊 也是通向它最大的阳台的 那如果是老人家住这个房间的话啊 也是挺方便的 省的跑上跑下 那从主卧出来啊 正对面呢 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头顶啊 注意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啊 另外的一个储物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啊 这边的顶呢 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 然后这上面啊 真的是非常的大 基本上啊 家里有多少杂物啊 都可以放得下 这个上面啊 储物空间一直通向厕所 而这个呢 就是这个房子当中啊 三个卫生间当中的一个主卫生间 同样啊 这个设计风格呢 仍然啊 是种简约的海岛风 非常希腊 两个洗手盆的设置啊 然后一个洗浴的空间 同时啊 这里也有一个很大的透气窗 同刚才那个卫生间的窗口啊 形成直角 通进了啊 同样的这么一个天井 所以勉强也算是个名位 那从卫生间转出来啊 这就是它的第三个卧室 这个卧室呢 比较适合作为孩子房 因为业主啊 充分利用了70年代啊 这房子很好的挑高 所以做了一个二层的结构 那一般小朋友啊 是最喜欢攀爬的了 上面呢 也是一个双日床 加上这些绳索啊 做保护 其实呢 安全性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然后每个卧室啊 都设置了一个独立的空调 同时呢 因为床是在上面的啊 也避免了空调的直吹 那下面这个空间啊 给孩子做活动 有书桌都没有问题 同时这个房子啊 还有一个比较小的 一个独立的小阳台 这个阳台的朝向呢 是正东 所以早上起来啊 如果没有这个遮阳棚 其实这个房间 是最早亮堂起来的 遮阳棚的外面啊 其实也是一点遮拦都没有 视野是非常好的 那回到房间里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房间本身的面积 虽然不大 但是因为做了一个二层 所以呢 一下就给房子腾出了很多的位置 别说啊 我一米七七的个儿 都不觉得顶头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啊 挑钩更没有问题了 因为整个房子呢 是经过的全新的翻新 所以啊 这些门窗呢 都是进行了更换的 用的呢 也都是这种保温的啊 双层玻璃啊 五金件呢 也都是没有问题 非常顺滑 唯一遗憾呢 是没有装这个沙穿 但是呢 装了沙帘 其实这样挡蚊虫也问题不大 整个房子呢 大部分用的啊 是这种非主光源 随处可见的这种LED小射灯 不仅啊 让氛围呢 显得很和谐 满足照明情况的同时呢 也不会啊 非常浪费能源 而且所有卧室的主光源和床头灯啊 基本上都是这种三项开关的 同时和随地控制 那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楼下的啊 这种自住空间了 满足了上有老 下有小的 这种三代生活 而与阁楼之间呢 这边还专门设置了一道隐私门 无论啊 是从外面 还是从里面 都可以啊 进行上锁的 这样一来呢 楼上的这个阁楼啊 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空间 所以做短租民宿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啊 楼上呢 都可以独立拆分出一个产权出来 因为在雅典啊 最吃香的民宿呢 就是像这种啊 面积呢 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景观很好 同时呢 功能性呢 都很全 然后价格呢 可以设置在旺季啊 40到50欧一天 淡季呢 至少要30欧的收入 如果仅以一个月啊 20天这样的入住率来说的话啊 其实并不算特别高的入住率了啊 那每个月的收入呢 也是妥妥的啊 平均在1000欧以上 而且啊 这样的小房间 在安民币上 一定会非常受欢迎 因为啊 这么小的空间 但是所有的功能性全都兼具了 要壁炉有壁炉 要独立的卫浴空间也不小 下面呢 还有不小的活动和起居空间 风格上呢 也比较养眼 那么上铺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啊 一个king size的双人床设置 而且啊 还配备了摇头的这个读书灯 然后那边呢 还有书架 同时啊 还有电视 同时还有防蚊虫的杀杖 然后这边呢 是防止孩子跌落下来的一个防护网 然后呢 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之内呢 还放了这种顶天立地的柜子 下面呢 也有一圈啊 这种储物格 都是啊 可以用作储物用的 基本上啊 是满足了RMBB这种短租游客的啊 所有需求 另外啊 还有一个非常适合做RMBB啊 可以做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是除了这个房间之内啊 它这个二层啊 还有一个木制的遮阳棚 特别有感觉 同时啊 再一次的 二层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啊 是180度的景观 首先啊 南向呢 是刚才我给大家看到的 但是在顶上 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廊山 然后左侧呢 是伊米托斯山 冬天的时候呢 冬天的时候呢 这个防风帘就拉下来了 这里呢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保暖的阳光房 这种防风帘啊 是很多咖啡厅都会用到的 因为它是透明的 同时强度又很强 所以啊 既保证了功能性 同时又不会影响视野 那另外这侧呢 是西向 那这个遮阳帘的外侧啊 也是同样的那种遮风帘 而且视野啊 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其实呢 如果喜欢阳光的朋友们啊 完全是可以在夏天 把这边彻底打开的 看夕阳啊 绝对是没有问题 其实说是180度的景观呢 只是因为这边啊 为了隐私 所以啊 给挡起来了 其实这边绕过来啊 是整个这个楼的天台 这个天台啊 其实也是一个公共区域 真正想上来做个party之类的啊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尤其住在顶层啊 那肯定是进水楼台 先得月了 不过之后啊 这上面呢 会有一些微的调整 比如这个浴缸要移走 因为啊 这个属于违规的 另外呢 像炉灶之类的啊 应该之后也会移到里端去 作为短租民宿来说啊 其实还是不希望 他们过多的做饭 弄得太脏太乱 那么这个房子呢 没有地下的储物空间 而且呢 它没有停车位 但是这个楼其实是有地库的 租金我问过 大概是60欧一个月 然后这个房子的物业费呢 因为啊 它暖气都摘掉了 基本是靠壁炉 空调和电暖气 来进行调节室温 但毕竟是顶楼 尤其啊 又是这栋楼最大的一户 所以物业费呢 大概是在50到60欧一个月 从交通的便利性来说啊 这个房子呢 往前直走啊 到这个大楼的位置 基本上啊 就是它安排洛克比的地铁站 那从左手边啊 这边一直下去 大概五分钟 过了前面那栋楼 就同样是啊 机场地铁县的 Panomo地铁站 那么现在呢 业主啊 这栋房子啊 就在做着人民币 然后每个月的平均收入呢 都在1000欧左右 所以它现在的报价呢 是35万欧 这个房子确实啊 如果啊 是对于未来之后 到这边呢 其实为生计啊 有一些担忧的朋友们呢 其实是非常合适的 为什么呢 它可以拿过来 直接继续啊 把楼上做人民币就可以了 足不出户啊 就可以打理 包括像cleaning 然后包括所有的收拾啊 包括对客人啊 这种照顾关注 然后同时还保证了隐私性 所以它的口碑啊 是非常容易做起来的 然后呢 现在这35万欧的这个价格啊 其实是包含了所有的这种家具 直接就可以零包入住的啊 所有东西都不会拿走 同时呢 业主呢 也并不想马上搬走 至少啊 是可以签三年的这种租约的 那可以接受的租金呢 就是在1000欧 其实这样算下来啊 三年呢 就基本上是36000欧 那这个房子35万减去36000欧呢 那差不多也就是31万左右的样子了 当然啊 如果呢 您想直接就过来啊 拎包入住了 那也没有问题 不过呢 就是需要跟业主啊 做一些时间上的一些协调了 好了 那这个房子大体情况就这样 如果啊 您有更多问题的话啊 可以随时来问我咯